大家好,我是盛军,我回来了 在上一期视频的话,我们对今年到现在前四个月做了一下总结 包括美股的一些走势,美股的一些估值 包括我自己个人操作的一些总结 这期视频的话,我们就向未来去看,或者说向后去看 看一下未来的话,一些经济数据会怎么走 那么特别是最重要的是,接下去一段时间通胀可能会怎么走 那么因为我说,在今年今年之前的话 我就说整个2022年主要其实就是围绕了通胀去展开的 因为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都是围绕了通胀去展开的 那其实有没有可能经济金融一个recession啊 这一类的一些讨论,完全都是建立在什么 完全都是建立在美联储的政策之上 而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建立在什么 美联储的政策都是建立在通胀的基础之上 那么所以核心点的话,完全就在通胀之上 那在看通胀之前的话 我今天下午我做了一个调查 其实是和我昨天聊的话题是有关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调查 我在调查里面,我问的是 假设下季度GDP出现负增长的话 就现在GDP呢,显示是在4月29号显示GDP在第二季度增长的话 在2% 那么但是这个数字的话是随时会改动的 我们假设如果GDP进入负增长 然后经济正式进入衰退 那么在高通胀的情况下,美联储会不会救世 那这是我做的一个调查 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些参与,我觉得5200张投票的话还是挺高的 那在大家的投票和参与之下 觉得会的人占了30% 但是觉得美联储不会救世的人占了54% 那说实话啊,这个结果其实有一点出乎我意料 那为什么?因为我我我总觉得可能大多数小伙伴都会觉得美联储的话是会有一个fat put在那边 就是美联储的话是有一个心理底线在那边的 那么而这一个心理底线如果达到的话 不管整个经济在什么样的一个周期之下 我觉得美联储都是会救世的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fat put 那么但是显然那有超过一半的小伙伴认为美联储的话是不会救世的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包括很多小伙伴下面的留言基本上是五花八门 然后大家其实从都从自己的角度 或者都从每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去阐述一下自己 到底为什么觉得美联储会救世 或者为什么觉得美联储不会救世 那我觉得不管我们现在或者当下是站在哪一边的另外一边的意见的话 我觉得都挺都算挺有参考性的 好吧,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底下小伙伴的一些留言 我个人看法的话我觉得是会 然后在我上期视频我也阐述了 那为什么我觉得会 那其实美联储只是一方面 那我更多的是觉得美国政府是不会允许 那美国经济去进入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recession 那当然这次有没有可能不一样 那有可能毕竟整个通胀仍然是在一个高位 仍然是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高位 那么其实啊现在当下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一个 那么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现状 那么以前最多那历史上我们可以去参考的是高通胀的一些时代 但是历史上高通胀的一个时代是没有QE的一个存在的 那么而QE的话是在08、09年之后才有 而当下在2022年的一个当下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美联储是有这一个手段 那去刺激这一个经济 然而等于是那手段是有 但是经济在但是通胀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情况下 美联储敢不敢去用这个手段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小伙伴之所以会出现分歧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上星期五 或者说整个四月份的美股的走势是有关 我过一段时间我再来做一下同样的一个调查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会不会不同 然后我们回到通胀 4月29号其实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 什么数据 PCE的一个数据 而且是corePCE的一个数据 为什么这个数据那么重要 因为美联储去衡量通胀的一个指标就是corePCE 所以4月29号出来的数据5.1793 约等于5.2 这是四月份 这是这是三月份美国的一个通胀 然后如果说我们比上二月份的话 这一个PCE数据在三月份的话就已经开始进行下跌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达拉斯联储的一些数据 这边我们看的还是PCE的一个通胀 它分别是一月份把它年化 然后六个月把它年化和同比的一个增长 这一个同比增长里面的话就是由我们前面看到三月份 PCE corePCE的一个数据是在5.2 而上一个月二月份的话是在5.3 好吧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三月份同比PCE的一个增长 特别是corePCE的一个增长 已经比上二月份的话开始下调 但是这一个下调的一个幅度非常非常小 只是在0.1 然后有一组数据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一月 这边一个月就就环比的一个增长 什么是环比增长 就是二月份去比一月份 三月份去比二月份 那在这一组数据里边我们看到PCE这边是corePCE 就去掉food energy 去掉xfne就是food and energy 然后再去掉那食品和能源之后 二月份 那这一个环比增长把它年化的话是在3.6 三月份这一个环比增长 把它年化的话是三是在3.6 二月份是在3.5 然后有一组数据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 是这个trimed mean 什么是trimed mean 上次我有一期视频我和大家解释过啊 美联储其中里边最鹰派的一个成员Bolar 那么他说那美联储在看通胀的时候 他不单单会看一个核心通胀 或者说一个corePCE 他们很多时候还会看一个trimed PCE 那么什么是一个trimed PCE 就是把相对来说把最高的和最低的都去掉 把波动比较大的那些 那么影响一些通影响通胀的变量的话都去掉 那么在去掉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指数 如果说还是在上升的话 那说明什么问题 那说明那整个通胀的话是扩散出来了 那这就是美联储很多提到过很多次 就是他们觉得啊整个通胀的话 inflation的话在broadening 那所以这一个trimed mean 如果开始往上升的话说明 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而这一个trimed mean 如果开始往下降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 那所以我们去看二月份的话 他就一个环比增长把它年化的话 是在4%3月份的话是跌到3.1% 所以这一个trimen有点像统计学上的那些中位数 有一点点类似的一个含义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下下周的一个经济数据表 我这边看的是5月11号 为什么我要看下下周 那待会的话我会讲一下下周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下下周的话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下下周的话会有cpi 而下而下下周cpi这个预测的话 现在已经出来了 那么环比增长的话 预测在0.2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你可以看到上一个月的话是在1.2 这是一个环比增长啊 就四月份比三月份 那三月份比上二月份的话增速在1.2 四月份比三月份现在预期的话是在0.2 那这是一个广义通胀 然后核心通胀的一个预期的话是在0.4 上一个月的话是在0.3 所以从环比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广义通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然后核心通胀的话 这一个增速的话 那并没有放缓 然后比上三月份的话稍微高了一点 那但是如果说我把它去看年化 因为我如果知道环比增长是多少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同比增长大概是多少 那如果换到同比增长的话 我稍微去算一下同比增长cpi 那四月份那个广义通胀 现在预测的话在7.9 上一个月是多少8.5 然后核心通胀的话是预测的话是在5.95 上一个月的话是在6.5 所以不管是从广义通胀这个角度去看 还是从核心通胀这一个角度去看 大概率的事件 而这个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大 这在大概率的事件情况下 4月份的通胀数据出来都会比3月份的要低 那基本上就是符合了整个华尔街在上一个月所写 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 在上个月现在已经5月份 在4个月4月份的时候写出一些故事先说 非常有可能3月份的通胀就是最近的一个最高点 非常有可能我们说的一个inflation point 好 所以就一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那不管这一个趋势可不可以持续下去 那但是起码这一个结果是美联储也想看到的 然后也是整个市场的也想看到 我说了整个市场全部其实围绕的就是通胀去展开的 如果说通胀开始下降的话 那我相信美联储是会慢慢的改变这个态度的 那也许不会在下一个 也许不会在他们下星期开会的时候就改变态度 因为太早了 这是他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因为他因为那他们虽然到现在为止只加息了25个基点 那但是市场我已经完全接受到他们一个讯号市场 已经完全开始进行紧缩了 那而且同时通胀的话 现在也开始进行下降 所以一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那所以也通胀下来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但是好消息的话怎么可以只有一个呢 那么富途么么其实前段时间他们进入了澳洲这一个市场 那所以我在这边再提醒一下大家 对于澳洲的那些小伙伴 如果现在进行开会的话是送一股苹果的股票 那这一个活动的话其实是非常给力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赠股 包括其他的一些优惠和一些特权 那但是这一个活动的话坏消息就是这一个活动的话 在5月15号之前的话就要截止了 那么如果澳洲的小伙伴想开户还没有开户的话 可以用我的连接去进行开户 然后可以享受这一个优惠 那么这是澳洲的小伙伴 然后对于新加坡的小伙伴也是一样 那富途么么的话是新加坡第一家零佣金零平台费零数据费的 在新加坡的一家交易公司 那么现在只要入金2700新币的话就可以获得一股赠股 那赠股的金额的话是在20新币到1000新币之间 那么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给我留言 感谢大家支持好嘛 然后我们回到经济数据 这一组经济数据的话 主要看的是家庭的一个债务状况 我这边用的一个数据是蓝色这条线 household debt service payment as a percentage of disposable personal income 那这一个比例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从家庭角度来说的话 可支配收入是多少 然后这一个可支配收入有多少百分比是用来偿还债务和利息的 那么那自然这一个比例越低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家庭的一个债务状况 越健康 那么越低越健康 越高的话越不健康 那有几个现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1年2012年吧2012年左右一直到疫情之前的话 这一条蓝色的线这一个比例非常非常平稳的一直维持在10%左右 那么而在疫情之后在后疫情时代的话 这一部分蓝色这条线的话是低于10%的低于百分之10说明什么问题 那其实是说明整个家庭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杠杆 其实是非常健康的 或者说比疫情之前的话是健康的 那主要是什么原因的主要还是两个原因啊 那第一个就是财政刺激 那政府直接支撑机撒钱 第二个的话就是美联储的一个QEQE的话造成什么造成一个 我这边啊红色这条线是30年的一个贷款利率 那因为QE的一个问题贷款利率的话降到非常非常低 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两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贷款的一个利率 那么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已经超过了2018年的一个最高点 然后前面这一组数据家庭的杠杆力 家庭的杠杆比他其实是有一个延后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数据的话是遗失的 那么那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条蓝色的线的话是会继续往上的 那所以如果这一条蓝色的线继续往上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家庭的杠杆开始上升 那如果家庭的杠杆开始上升的话 其实是会抑制整个家庭的一个消费能力的 那如果家庭的一个杠杆比例 比如说现在是低于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平均值的话 那么说明整个从家庭角度来说到 他们是仍然有这个消费能力 但是我相信随着贷款利率的一个上升 这一个杠杆比例的话是要上升的 起码先回到历史上的一个平均值10%左右 然后甚至有可能会超过10% 但是这意味着家庭的一个消费能力将会减少 如果家庭的一个消费能力减少的话 对于通胀的话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对吧 所以这就是美联储如何从需求端去抑制这一个通胀 对吧 所以我我们觉得这个贷款利率 为什么短时间之内可以上升的那么快 对吧 这就是美联储做出来的事情啊 就是美联储靠一张嘴 那就可以让整个NBS的一个市场暴跌 对吧 然后这一个贷款利率的话就上升了 最终的话是会那么影响到整个家庭的一个消费能力 影响整个家庭的一个消费能力就会影响到通胀 然后最后带大家看一下啊 美国房屋的一个价格这边我看的是us existing home sales 然后medium price是一个中位数啊 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我相信很多如果做房产中介的一些消费办法 应该都知道那有一个非常明确明显的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就是你可以到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那么而基本上每一次上去的一个时间点是什么 上去的一个最最高点的一个时间点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local high 那么这一个时间点的话 都是在每年的什么六月份 非常非常小 这其实就是一个整个房地产 他的一个周期性 然后每一个低风期的话 都是在一月份 都是在january 好吧 甚至于在零八 我特地拿时间从一九九年拿到二零二年 甚至于在零八零九年的时候 整个房地产的一个金融危机泡沫爆裂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我这边是这边是六月份 这边是一月份 这边是六月份 这边是一月份 好吧 那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走势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一个最高点是二零二一年的一个六月份 然后这边相对来说的一个最低点是什么 是今年的一个一月份 所以接下去二月份三月份的话 房价 米里面一个中位数房价的话 仍然是在上涨 那但是我相信历史上 基本上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最多在四月份 五月份和六月份 它可以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上涨 接下去 比如说在开始比较缓慢的一个上涨 接下去就是一波开始下跌 那现在我不好判断 这一个下跌 或者到周期性的一个下跌 这一个幅度会有多大 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那或者判断的话 应该会比这一段时间整个周期性的 比如说这一波下跌的话 这个幅度的话应该要稍微大一点 然后我们知道下星期的话 美联储就要开会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整个市场里面 在起码在债群这个市场的话 已经反映了多少次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 好吗 五月份的一次会议 整个市场有将近百分之一百的人 都觉得五月份的话会加息五十个基点 那这一个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悬念 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份 那现在整个市场里面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一的人觉得 六月份美联储会加息七十五个基点 一百五到一百七十五 那么因为在啊在五月份这个月加完五十个基点之后 那么美联储的这个隔夜率率是在七十五到一百 那么从七十五到一百一直到一百五到一百七十五是加息七十五个基点啊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认为六月份会加息五十个基点的 我这这一点我今天看到数据挺出乎我意外的 那因为其实整个加息七十五基点的这一个节奏 那基本上是只有boller提过 然后鲍威尔其实稍微提到在他在在在他上一次 imf那些官员他们开会的时候 他稍微提到过一次front load 什么是front load 就是一开始的话稍微加息加的快一点 接下去的话可以稍微慢一点 那所以市场的猜测就是这个百分比十是很高的 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好吧 但是这是现在市场已经pricing 那我相信这一次啊 美人储开完会之后 鲍威尔接受一个采访里面的话 会提出更多的一些讯息 好吧 这是六月份 然后七月份的话啊 大多数人是觉得再要加息五十个基点 那七月份加完之后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的话 七月份加完之后 隔夜利率就已经能够到达二百至二百五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基点 那这其实已经是不低了 因为暂时来说的话 美人储的一个neutral rate 其实在2.4是在225到25个基点 而225到250的基点 我我今天看完这一组数据之后 我觉得整个债券市场其实是比较aggressive 然后你看一下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那将近有百分之五十的市场参与者 觉得美联储的一个隔夜率 就可以到达三百至三百二十五个基点 那我能理解现在通胀的话 在一个相对一个高位 但是我并不是非常有进行 在年底的时候 美联储可以夹到这个地步 那比较有可能的是在美联储加到这一个 加到这一个点位之前的话 市场可能就something happened 好吧 反正我觉得现在去预测 年底之前能够加到呢 我觉得完全是为时过早 因为通胀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万一通胀下来的话 美联储可以不要那么的激进 那那如果通胀不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去观察了整个美国的经济在当下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再结合在一起才能去看 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我得去看十二月份 可能参考意义并不大 那主要是看五月份 其实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 主要是看六月份和七月份 六月份的话 现在市场觉得在七十五个基点 七月份的话在五十个基点 那如果美联储稍微有一点点放出口 风说啊六月份的话 可能我们还会考虑五十个基点 那对于市场的话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话是过于悲观了 觉得会假期七十五个基点 好吧 最后的话我就稍微快速的说两组数据 或者说那两个技术上的指标 我觉得参考意义其实挺大 第一个的话是rsi 这边的话是纳指纳指的一个周线图 那我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就说我说 如果这一个周线图rsi 再接近于超卖地位的话 那么起码从二零一九年时候 二零二零年三月份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 短期之内的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那么而在星期五收盘的话 那纳指达克周线图的一个rsi的话 是收在三十三点五层 然后第二组数据的话就是vix 我这边的话是五年的一个vix 那vix的话我们基本上都非常清楚 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 那整个股市在跌的比较厉害的时候 vix会涨的比较高 那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vix的话 是一个在星期五收盘的时候 是收在三十三点四零 那么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结合vix去看 或者是结合vix和rsi两者放一起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从短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整个市场是一个比较有可能接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地步 那么所以从我个人来说的话 在结合啊在两个星期之后五月十一号会有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会出来 那么如果说在下一个星期股市继续开始往下跌 甚至于下下个星期的开始前半段股市继续往下跌的话 我是短时间真的的话会进行买入的 好然后最后那我记得有一个观点 我其实在前段时间啊其实分享的是一直是比较多的 那么什么观点就是我其实我有说过 我说最保险的一个加仓的一个位置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是在一个右侧加仓 而这个右侧加仓的一个时间点是什么 这个时间点其实是美联储的态度开始转割 那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加仓的一个点位 那并不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双底啊 或者是三底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均线 而是从政策上的一个角度去看 好吧这边的话我只是今天话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也可以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思路 好吧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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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